希望,第一个,把旭车2的工作表复制变旭车3 然后把旭车3的工作表把它做一个重新编辑的动作 其实简单讲起来就是说,这个逻辑是这样 这个是他要查的 比如说这个老师研习时数参与几次 不是几次,几个小时 那旭车2里面放的是入门的 它需要有个进阶的 那进阶是把旭车2复制 复制我习惯是拖拉到旁边按砍授键 按砍授键是复制的意思 那把它重新命名 它是需要怎么样 你把它改成旭车3 然后呢,并且把入门改成进阶 因为这个等于是第二次 那学校老师有谁参加呢 其实有两个老师没参加 就1号跟14号 就是头尾这两个老师没参加 所以他要你怎么样 把这两个老师的资料删除 然后呢,并且把这个 他们的编号重新编过 头跟尾,所以把它这样按砍授键 拖拉一下 然后呢,时速的话呢 全部都改成两个小时 好,那当然你们工作里面常常会遇到就是说的 应该是不能按砍授键直接拖 会遇到就是说,你可能有跨工作表的统计 比如说呢,这个王庆路老师这两次他有没有参加 有的话,那就帮我把他的时速加起来 所以这边的话会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逻辑判断 判断什么 如果这个人的名字出现的话 那就把 所以比的话一定是比什么 比这个范围 那这个范围出现里面有其中一个出现嘛 所以你会发现它是比范围 一个是比一个范围 范围有,那就把旁边的东西加总 是加总 所以这边会用到一个所谓的三米符的函数 那加总,所以特别注意 王庆路老师,那李世元等等的 那怎么样快速 当然如果你不懂的三米符的函数的话 可能就要涂法链钢 总不可能说李世元,王庆路有没有 没有,没有,好,这边输入0个小时 那李世元呢,切过来 1.5,没有 那就输入1.5 是不是 那再一个一个一个 它不是跟机器人一样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当然不OK 所以你怎么样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这个就是我们待会会讲的 你可以插入函数的时候 找到一个就是数学函数里面的三米符 S开头的三米符这个函数 这函数里面的话 总共会需要有三个三个参数给它 那第一个参数的话 你会发现Range 它有说明了 所要加总的范围 不过我觉得它这个说明有点不太对 这个Range应该是你要找的资料的范围 而不是加总,应该是这个才是要加总的范围 有没有,Sum Range才是啦 所以我觉得反而它那个说明Aquiteal是你的条件 在这个范围里面要找什么 找到之后的话要加总的另外一个范围 OK,所以这个地方我想各位可以试试看 待会把这个地方如果可以啦 就是自己先加一个进阶 把它头尾删掉 编号重编 时速改成两个小时 OK,这个部分的话是待会会再来看 另外三米符这边有练习题啦 比如说我要先练习过三米符怎么做 这边有比较简单的 比如说呢,销售部的这个总奖金帮我加起来 开发,所以这边有两个部门嘛 所以三米符的做法 基本上呢就是你先找到那个三米符函数 三米符函数呢,找到之后呢 你先给它一个Range 指的是你要判断条件的范围 就是我要判断什么 销售部,所以先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这里面也没有销售部 所以你就输入销售部 或者我们直接用这个上面的名称 有没有销售部 有,那你就帮我怎么样 把有的这个奖金加起来 有没有,这个范围 按确定 4500,有没有 OK,那一样啦 开发部的话呢 其实公式几乎一同嘛 所以我把这个公式 Ctrl C Ctrl V 第一个,一样的这个范围 第二个,条件改为什么 开发部,所以我换一个啦 或者你自己打开发部 那加总的范围一样 所以其实只要改什么 改这个条件,按打勾 2500,所以你开发部 开发部,他就帮你加 加2500,OK 另外的话呢,销售总额 大于5万的,把这边加起来 那其实这个地方 大家最近使用过的,Sumif Range指的是这个范围 他除了可以找文字之外 你还可以下大于小于等于 大于5万 离开的话呢 他会帮你把它当成是一个文字 OK,丢过去让他比 那如果有,就帮你把这个范围加起来 大于5万的有几个 他就几个销售人员 按打勾,OK 26个,有没有 所以基本上只有这两个没有 就这边,所以他帮你把这几个加总起来 那这个简单的范例 我想你就是再想想看 综合练习题这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试一下 稍微了解一下有关Sumif的使用方法 那我们也先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再来看 就是那个综合练习的第二题 就是怎么去算那个 那这里其实已经等于是跨了工作表 不同工作表 那当然也是可以用VBA 不过跨工作表 这个跨这个VBA的撰写 当然又更为复杂一些